在台北市地震局局长陈信良与多位业者代表共同签名 以及内政部地震市师长王成基见证下 台北市地震局与台北市租赁住宅服务业工会 不动产仲介经济业工会及吹妈妈基金会等 租买资讯相关团体产业完成合作备忘录签署 希望公司协力让相关资讯能更精准确实 同时及时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也透过业业师交流提升业者专业智能 透过我们的DM局的协助跟各工会的业师 能够做一个整合 让资讯能够交流 让专业能够交流 这是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面向就是说 既然各位的网站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官网 DM局也有一个很强大的相关的法令的基础在 那就希望这个两个往往相连是大家能够共同来做合作 这个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个就是回到这个 这个租认的或者是租买这个资讯的精准投放 那这个的资讯的精准投放就比如说房东跟房客 其实房东always是房东 房客总还是房客 所以在市场的这些的资讯的教育上面 如果我能够精准的在每一个的实体店面 跟房东说你要了解的资讯是这样 跟房客说你应该接触的是资讯这样 那我就要拜托各位实体的从业人员 在每一单每一笔的服务上面 都能够让我们跟房东房客 建立这个业务沟通一些的基础 这项全国首创的做法 也获得内政部低增师长王成基高度肯定 希望能进一步拓展到全国各县市 加上内政部8月起将提供 弱势租屋房客免费电话咨询服务 将能更全面保障不动产租买双方权益 内政部未来会在跟全国 会跟全国的所有的这个租赁业者 中介业者我们大家合作很快 因为这个其实资讯的连结 以现在的新媒体出来以后 非常的容易 那我们怎么提供给民众 不管你要买房 你要租房 都是最正确的资讯 最及时的资讯 来提供给民众 那也借重这样子 各位的社会的一个责任 那也可以提供各位 社会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提升 我希望真的大家业者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努力 那台北市政府先打第一仗 后续我想我们全国 全国的这个 这一块的一个资讯的连结 我们一定会来做 这下合作备用录也得到 不动产向外业者的支持 相信可以有效减少 相关消费争议的发生 一起打造台北市成为 不动产租买交易安全之都 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房东讲房东的 房客讲房客的 我在这里面告诉他说 其实什么是不可以的 就是像不得约定的部分 也不可以写上去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地方 就很清楚的 那我常常跟我们的 所有的这个政召班的这些 来上课再讨论讲 当你们拿到政召的时候 是要很清楚的 有办法解释合约的内容 就是两召双方 他们所签立的合约 当时所约定的一些内容部分 很清楚的解释 这样的纠纷就会变少 台北市有800多家的产业 所以每个网站都可以 把我们的公会地震局 想要推广的资讯 我想有这么多的产业代表 到今天议会 我们绝对也会来配合地震局 把这个资讯传递出去 那让我们的买 买跟我们的从业人员 都能够即时的把这个资讯 都能够做更正确 更透明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